昨天粉丝在评论区问我 小胡子哥 本打算年后买丰田汉兰达380 可是看到网上 还有厂家都说奇瑞星图遥光 40万内无敌手 无对手 请问小胡哥 星图遥光真的有那么好吗 还是说我等一等上市提遥光 不买汉兰达呢 其实呢这个遥光呢 确实是算是学生的很厉害 确实说40万以内无对手 但这个车呢没有正式上市 咱们也都没私驾过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 咱们现在不敢说 但单独看到这个宣传用的料呢 这车子还有这个私家私评 是确实不错很好 到底能不能调到 40万以内的核汁国产车 那么回头说过来 清楚遥光 到底有何本事 可以这么喊话呢 厂家也敢这么说 他本身这个车子 才卖20万左右的一个车 是不是 竟敢放狂言说 四川内无对手 首先呢 他还是基于星图最好的 这个M3X火星构架 2.0平台打造的 整台车使用了龙次的 太空舱吸能车身技术 就是说 撞击车身呢 吸能效果特别好 保护的这个车内的人员 高强动钢 达到了85%的一个比例 AB这共是使用了1500兆8的热身钢 这都没有问题啊 而且自主设计了专利 双吸能车技术 总之呢 这个星图妖光呢 汇集了所有其中最好的东西 外观很年轻 时尚 类似于较好型的SUV 内饰呢 非常的大方 豪华 而且非常简洁 意思看着就是说 用料是非常好 首先这个内饰呢 我认为是非常成功 非常是好的啊 座椅什么的都用的是 纳塔真皮 非常优秀 而且它这个座椅呢 都有这个什么腿托什么的 配置是非常满的 拉得满满的 所以加上通风按摩 全给你匹配到了 配置是非常优秀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啥呢 那它的这个 鞋子质感 就是它的雄挂 叫一个飞鱼雄挂 用了双方车子 钢板雄挂 那么飞鱼雄挂 集合了这个CDC 电磁雄挂系统 什么全内型科技系统 底盘液压 隔阵系统 还有全场景 智能市区系统 还有制动线性控制 自动系统 所以说呢 它这个底盘雄挂啊 用的东西 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很好 但是说这里的 电子东西也是非常多 稳定性好不好 还有带 看体 实际开起来什么样 是不是 但是新车开了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你试下了之后 肯定会买的 这个底盘情况 按他说的这个 应该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确实是40万以内 底盘的这个 非常优秀 那么动力上 大家不陌生啊 和星图零云的是 一样的发动机 自主研发的2.0T 沃伦扎发动机 400的扭矩 261的马力 发动机耐用性 也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 动力是非常足的 推肥感十足 可以这么讲 齐瑞发动机 没有问题 有奥迪 动力足 还皮脂耐道 那么变中仙呢 并不是 格特拉克的 七挡四双 那个啊 是上汽柳州 正门为齐瑞 提供了一个生产线 为了提供了一个 七挡的四双 为什么没有用 格特拉克的呢 因为格特拉克 承受不住 400的扭矩 所以他只能说 自主研发 这个变中仙呢 在日虎巴 日虎巴 日虎巴 上面也验证过了 质量上 换的逻辑条件 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 这些车子 真的是很优秀 真正什么样 还等到上市之后 咱们私下一下 看看是不是 40万以内 无对手 可以说 你可以值得等待的车了 你想想 20万的车子 敢叫板 40万的车了 本身 它这个东西 性价比很高啊 是不是啊 我认为呢 性质感 绝对比你汉兰达 好态度 好很多 就是这个变中仙呢 稍微差一点 不如爱心的白提 甚至底牌 发动机 绝对要比你 车身安全 性质感 绝对比你汉兰达 好态度了 汉兰达呢 车子大家都知道 不陌生 非常优秀啊 现在380 32万到35万 车子是非常贵的 换成了 日本进口的 S20A 这个200T 直喷 混合喷射 无论大家放机 不是直喷了 那么 换成了 以前的任务提 换成了爱心8A提 悬挂呢 还是正常的 前后独立悬挂 刚买的 没有任何铝合金材质 32万 35万 我认为太贵了 同价位同级别 买更好的有的是 配置比你好 车子安全上比你好 而且底盘用料 都是铝合金的 比你好太多 首先看了拿着车子 我认为啊 它这个车子 只值 28万到32万之间 或者26万到32万之间 它绝不值32万以上 所以这个车呢 车是不错 后期稳定性也很好 但是就是太 就在磕9天了 是不是 你咋不卖40万 50万 80万 60万呢 那么小伙伴对我说了 没有不同意见和经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